毛小孩不只是动物,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是家人,是心爱的孩子,一名狗妈妈在脸书公开自己悲伤的故事,希望唤起大家用电的安全,宠物美容师蓝鑫非常爱狗,他在脸书透露我们是个十一毛孩的大家庭,是勇士的玩具反狗城,我们不生小孩,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十五分之三我家失火,我九个孩子五秒就被呛死,这是很痛苦的事, 那天痛不欲生,现在我有大家给我的力量,正努力着站起来,所以我必须要拿我的亲身精力来告诉大家原来,蓝鑫说在失火当天早上十一点多,他带着有心脏病毛小孩去看医生,中午家人就打电话来说家中失火了我跟我的孩子天人永隔,而起火原因就是电线走火,现实科判断起火点是我床旁边,那边只有一个插座上面是符合爱的, 安全等级的四个分阶插头,上面插了吹风机,煤腿机,充电线,起火时都没有使用而且电源是关着的,蓝鑫说,很多人都会以为电气虽然插着,只要关掉分阶插座的开关就是安全,但是消防员说不管是多安全的插座都要拔掉,不能只关插座的电源,拔掉才是断绝所有意外的发生而且家中的电线,过一零年就要更换, 主要是因为电线会老旧,但是电气却一直在推陈初心,用电只有愈来愈大,而且要找有口碑的好师傅来换当初是卖方整理好的房子入住 我们没尝试,下人贪便宜,找了不对的人整理电箱,他整理的电箱也有可能是这次的原因之一,因为抄在了不会跳,等到跳了,已经失火了,我们目前这辈子赚得钱心血全部都没了,身外之物,我们还可以努力,但九个孩子的离去才是最无法接受,最心碎的事,希望大家借由我惨痛经验重新审视家中电线安全, 这不只是毛孩的事,是一个家,你赚了半辈子一辈子的心血,即时新闻中心,综合报导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单亲罢收主机组完电玩国三生留遗书跳楼王子打脚底板11岁女童丧命生母现生,葬检察官去查把户籍藤本多了一男婴纠丈夫外遇生子麻麻心痛将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提醒国人用电安全,翻射画面当时大火带走, 9条毛小孩造命,翻射画面9个毛小孩都走了,妈妈心痛至极,翻射画面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tw.adai.ly-ml924upcsu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